天还没亮就集结立院备赞 只见国民党立委又是香蕉又是芭乐 狂吃水果补充热量和维他命烯 不过这吃芭乐怎么可以少了这一味 搬来一大箱子产地梅子粉 民主党嘉义立委 蔡逸余 王美惠 陈冠婷 反奉民众党519拿着芭乐到民进党踢馆的梗 开栓说113位立委不分蓝绿白每个人都有 拿到没一只份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研究了好一下 倒是一旁的高筋树莓已经开吃 一口接一口看来味道很不错 只是不管民进党怎么释出善意 喊话立法院长韩国瑜要审查 要协商 韩国瑜却仍然不为所动 下令照议事规则处理 会议的进行大家其实看到了 其实韩院长甚至更变本加厉 他甚至宣布今天接下来不再清点人数 可是很明显看到其实很多这些不同党派的委员明明进进出出 在一场内的人数根本就兜不拢 可是在兜不容的状下他却宣布接下来不再清点人数 请问这算什么民主 除了炮轰韩国瑜没收民主 立委更呛瞎 蓝白联手打压程序正义 甚至我们在好几次的送案 国民党的委员甚至还阻止我们送案 不让我们受程序的动议 为什么你不敢下来开会 为什么连记名表决都不敢 甚至黄沟昌刚才还躲在国民党后 我看着真的非常非常的凄凉 没想到有一天 黄沟昌就成为了躲在国民党后的孙辣 兜不清点人数就表决 倒阻挡法案送程序 虽然挡不住蓝白这一连串离谱的作为 不过民进党说他们也要尽力发声 让民众看清这蓝白扩拳的手段本质 这个没有清点人数就投票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请教一下翟哥 我们刚才已经觉得 连举手表决这种退回 好几十年前的表决方式 得意愿感觉很霜 那为什么今天还会发生 不用清点人数这样直接算 翟哥 对啊 先看这张 这张其实不是 这张不是说在創作今天 我们今天异定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是随时 这个进行是随时 因为我们台湾一开始1996年 不要说改严啦 1996年开始选总统以来 我们的立法院将来不再出演唱 今天是一种正义 刚才清旺说得很好 你既然你有问题 是什么 你那个议会建立到二托 要建立三托 二托会的时候 照理说要特条 要大替讨论 然后下去作标管 然后接受发言 发言没有说一条 只有一个而已 发言都议書的背景 你要有揪手 你要有揪手的揪手 有那个公委的机会 这叫做庭俗正义啦 乙震 做义完 你可能要不做出截啦 什么叫做义俗 庭俗 一个人如果没有给你公委的时候 你有后面有代表呢 你有八成代表呢 不管多久呢 每一个后面都有人民的代表呢 为什么你比较多人 你就能用杜俗的博力 把我去嘴巴掉的 好 你把我去嘴巴掉的 你也不要紧 你也打算得更清楚 结果你打算不清楚 到理徒会的时候 再给你修正东西 再修正东西 收到你要管理 那好像过去违团丝带啦 这个喔 金币总部 两个人去掉了 叫他自白书啦 要撒得他欢迎 撒得不欢迎 给你电 给你电 给你电啦 那就是会五位救 五位救当我们通过国家的企业里 那就是我们概念之前 违团丝带 现在又在那里面开始了 再来啊 再来啊 我要给大家看一张 10年前的 是 10年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看一张很新鲜的 来 看一张 有看到吗 嗯 这就是去作战的李映环 10年前 3月8日 刚发生9点10点的时候 我猜李映环就是在这个问题 去顾我们所有的学生 当然是学生 什么都在里面反应 因为中国共产党 配合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张庆宗三文青 要把中国的服务务 要来针对我们年轻人的投资 我们所有年轻人 给共云霸奖 现在十年后 结果 他们投资了 他们翻 给李映环他百账 我们上星期已经领 孟茹我们已经说过过来 我们现在台湾国会 已经刻意名字化了 已经变成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已经立签 我们台湾的这个灰色作战空间 所以 这张 这张图啦 这张图的冠定很深圳的啦 说李映环已经没在了 没在了 我刚才冠廷也说得很好 秦环也说得很好 在那个议事庭室馆上 怎样怎样 我跟你说不可能啦 现在 翻查立在走啦 现在 台湾人台湾公民 没有办法控制立法委 他要去通过什么法案 这部立法委员 这款秦司法 秦环司法官 秦环监察官 秦环林司官 秦环林权 我说一定会做 要怎么办 通过要怎么办 不是这条而已 我们现在存 我们 这一年就告过了 存三宝啦 第一宝 国别立委 像布困基 这张宇宣 大韩盆 张宇宣 就说这大草包 但是你没办法 他 发年开始要保证 年轻人准备要保证 博军期的地步 第二公道法第二条 对于这种立法委 通过法案 我们用公道给他 博决条 这样 我们台湾公民才有劣劣 第三 如果没办法的时候 我们要阻弃 我们阻定一个新憲法 这样把这些民主的情绪 用好 我们才有办法 穿分去进行 情绪正义 党首要尊重修首 修首 服众党首的民主社会 刚才一个说到这个 《坏茶丫叶叶叶叶叶》 现在是不是就是立法院的状况 我也请教一下温大哥 因为现在讲到说 到底里面有没有所谓的黑箱 都不用这样逐条审查 这样青青菜菜就要给鬼吗 现在是连比较青蓝的政论节目 也在透骂蓝白黑箱恶搞 这个部分 是不是连这个比较青蓝的 这个民众 青蓝的节目 都已经看不下去呢 刚才翟哥所点到的这一位 媒体人张雨萱 平常的立场 大家也都知道 他昨天怎么样在节目开骂呢 他说国会改革法案 这基本上 大概都是黄国昌委员在决定的 你以为傅昆琦是大坏蛋吗 不好意思 不是 傅昆琦是大草包 这张雨萱说的 我们还不敢说到这样 张雨萱直接这样买 他说你现在 你赶快拿着这个最新的版本 去问傅昆琦啊 给你掛保险啊 他百分之九十九点 九九九九九九九 绝对不慢啦 连张雨萱都说这款话啊 我请教温大哥 不只张雨萱 最近连媒体人黄志贤都在骂 他说他之前投票 他是三票投给国民党的哦 但他没有想到 台湾史上最黑箱的立法院 会出现在现在 说国民党明明是立法院的第一大党啊 你明明可以好好的立法 台湾的青黄哥我也有说啊 你也可以做得漂亮的啊 为什么要用这种粗暴的方法 不顾一切的通过粗制滥造 内容可疑 违反程序正义 甚至违宪的法案呢 连青蓝 甚至我们觉得比较青红的媒体人 都说出这样子的话 温大哥 张雨萱一公 傅昆吉大草包 错了 你要记得金辅聪 金小刀公开点名 傅昆吉是个病毒 这个病毒进入国民党 就会发作 以前大家不相信 现在你就看到 所以不是草包啊 是比草包还糟糕的病毒啦 这个不是我讲的 是金辅聪 铁口直断 然后黄志贤呢 黄志贤当然去对岸很久了 他不知道现在立法院 变得很多了 刚刚进广告的时候 我听到这我们的现场 有人在讲说 阿兵那时候也是这样 举两手 不是啦 阿兵那时候是 连两只脚都举起来 有那么一个画面 他的截断在一页上头 两只腳往他起来 现在要开始要点名 其实那时候民进党的立委人数 你就算每一个人都是两只脚都举起来 一人四票 也打不过国民党 这样也走不贏 没有 那时候 人家真的很少 阿兵那时候做立委的时候 基本上那时候送过来 1992嘛 穿过生死线 他们是这样走起来 当时其实立法很简单 SOP立法院顾名思义就是立法 为什么现在变成无法无天 其实国民党只要把关中 关中当时是把台北市打得最漂亮 SOP UP 那一次只有碰干 江鹏健一格的直唱 其他全部都是关中 他是战将 或者啦 如果说再想一想 如果今天院长是王金平 是什么样子 对不 王金平 你只看他下的你 你就知道说直服修费 我们的韓国瑜 什么都不败 一口圆圆 圆圆圆 圆圆圆圆 你看他最近 他接受这个外边的时候 是 他还怎么讲 我觉得韓国瑜 有时候 他其实口才还是真的不错 他口才六人 他说内部炒 没关系 朝野对外一致 朝野哪里有对外一致 看着鬼 朝野一致就怎么会乱成这样 外宾来 美国的庆贺团 你还在那边说 我们内外一致 那刚刚 咱的柯总召柯建平都要说 好像习近平 习近平事实上忙着什么 忙着希望 马克宏见了面 希望休战 为什么休战 奥运 奥运期间大家不要 我觉得我们立法院也休战 希望奥运时卖来软 卖来软 但是呢 他讲到的情况 立法院今天的乱象 幕后有个迎武者 大家是不太愿意讲 但是现在媒体都有点名 台湾的立法院 有点像香港的人大化 就变成中共的体制 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标题 不是违言耸听 确实在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也知道你说民众党他是一个关键少数八加将八个人 民众党我请你们记得 你们当时KP在竞选的时候打的这个口号 这个是正面 板面是什么 汽燃绿 你有点你就不要赶票 你全部做闭上关 不然你说的话都嚎啸 对不 这白痴黑痣啊 对不 你们骗票骗到这个地步 骗了三百多万票 然后现在立法院这样摸 所以我们要知道 当然我们希望说立法院的这个生态 这个是没办法 这一盆面都搖去 搖一盆 你再怎么去跟他争 而且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 你执政党 你不能 大家刚才说 对自我疫情 或者对对其他的这一些 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动作 你变成什么都要忍 忍到最后 说实在话 我感觉大家看笑话 因为这两天的外国的报纸 其实已经很多 那今天我相信过了以后 可能会更多 我是希望最好不要发生像这样 朱立伦自己讲的 520后如果没有改变 国会强力让改变 革命就是义务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看到那个郭国文 他就像刚刚刚弄了 当然这逆转胜 现在好像要移到纪律委员会去法办 现在大家就要认识 我是觉得你就要认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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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文安 钢铁人 全部挡住 让他不要再动 不顶不动就不出事 现在立法院的状况 韩院长的角色非常重要 他一个人可以扭转整个局势 刚才讲到接待外兵我就想到 因为今天两点多 韩院长确实在接待外国的贵宾 在接待外兵 可是同时立法院外面 大家大喊的是韩国瑜下台 这是什么样对比的场面 等一下回来冠廷 我们继续来补充